小小消防员站不站 是 林一元站不站 是 日前南投县政府消防局 社劳处及至上文化关怀协会 一同办理我是小小消防员活动 县议员林一如特别到场 协助志工带领孩子们闯关 并颁发通关证书 林一元表示 看到家长带着孩子们体验小小消防员 借此提升消防意识 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尤其看到这么多爸爸妈妈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我们的一个消防常识 跟一个消防意识的提升 一如觉得相当的棒 那特别感谢我们南投县 至上文化关怀协会 还有我们消防局这边一起 我们的分队一起来协办今天的活动 那感谢他们呢 在上班之余也播出这样的一个时间 来做宣导 让我们的小朋友借由床关 借由宣导活动 整个的消防局的参观呢 对我们消防的一个意识也好 还是防灾有更高的一个认识 那也希望说 在今天这样一个学习当中呢 也带给我们孩子一个美好的 一个亲子活动的回忆 这次报名人数 总共有100位 包含家长和孩子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玩得不亦乐乎 小朋友非常可爱地表示 好好玩 下次还要再来 家长看到孩子们体验得如此开心 感到欣慰 就是带小朋友来参加小小消防员 然后就是一方面可以让小朋友 了解就是消防员的工作内容 一方面让他体验这样子 体验下来很棒啊 所以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再参加 希望消防车好玩 透过闯关游戏 让小朋友们学习消防知识 更能模拟消防员平时如何灭火 接到任务迅速着装 即驾驶消防车训练等 最后每位小朋友获得消防员造型的水枪 为小小消防员体验画下完美的据点 记者庄仪廷南投市采访报道